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青子在事件发酵多日仍没有站出来回应此事 而纪凌晨与王毅的声明也只是否认两人关系不正常 并没有对是否分手做出回应 而细心的网友还发现看青子点赞了一条批评纪凌晨 并称两人已经分手的微博 大半夜看青子不睡觉 这一举动已经十分明显了 真的是青春喂了狗 睡不着吧 正应的那句如果一个男的说 暂时不想娶你那就真的不想娶你 节目李王可早就劝继凌晨 趁着看青子没有三十岁 赶紧求婚给他幸福感安全感 而看青子三十岁生日不仅没被求婚 两人互动几乎为零 分手势头十足 两人因为节目秀安耐而红 却没走到最后可惜了 之前虽然女方有点任性 感情大家不看好 但是还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下图为继凌晨否认和王毅有不正的关系 就是没否认一分手 工作室也称季凌晨在工作室 没时间和王毅乱搞 王毅接受媒体采访称和季凌晨是普通朋友 公司也发了声明 王毅和季凌晨一样都是模特 女方还是超模 上过为命 大家看看和看青子比起来谁更美 林大师观点 虽然可能出轨的是狮子虚无有 既然两人都成青了 我们就不多说什么了 但是看青子深夜一句青春为了狗就令人深思 本来还以为指的是别的事 谁知道一个点赞暴露了看青子的内心想法 希望他一切都好吧 本文来源 林大师版全归原作者所有 请不吝点赞订阅